似乎刚刚平息 却不知是什么结果 这女子是被掳走了 还是被人救起了 这哪查去啊 竹飞 问水里的鱼还差不多 既然无济可学 我们就到此为止吧 不知为什么 我对这女子的命运十分担忧 那我们就一查到底 那个女子已经被人救走了 你看见了 走吧 赶路要紧 哎 到底怎么回事啊 哎 你都看见什么了 你快说呀 哎 这两个冤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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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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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公子 叫什么 没看忙呢嘛 我饿了 这不烤着呢嘛 林公子 他欺负我 你真没良心啊你 好了好了 大家别吵了 我 你 我的手 好痛哦 我 我的手 哎 你 你 干嘛你 你到底什么人呢 怎么到处有人追杀你呀 可能是因为 我太漂亮了吧 你还真是亡疯外瓜自买自夸呢 天你家找的好看的人多了去了 人家怎么都活得好好的 就你被人追来杀去 是不是你故意跟着我们呢 我跟的是连公子 我也没跟着你 说实话了吧 够了够了 我乃江湖中人 居无定所 况且恩怨未了 你一个弱女子又不会武功 跟着我们恐怕 麻烦多危险多 可是我一个人更危险 求求你 不要丢下我 你不会回家呀 小女子自幼父母双亡 现在又遭奸人所害 被人追杀 早就已经没有家可以回了 入眸连公子不亲 小女子甘愿追随公子 端茶倒水 铺床蝶背 煮饭煲汤 一身相许 我不同意 你着什么急 我还没说话呢 连公子 连大侠 那这样吧 我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把你安顿下来 什么地方 清新倒灌 什么 倒灌 你怎么不把他安顿到你给我安顿啊 不会吧 你就把我安顿在这儿啊 这个地方虽说不上是山高地坯 却也十分清静 你既无家可归 倒不如就在此牺牲避祸 待风波过后再做打算吧 啊 恩公请放心 我一定会照顾好这位姑娘 那就有劳敬名主持了 莲某告辞 莲大哥 你别走啊 你好歹留下来陪我几天嘛 莲大哥 姑娘 无量受服 恩公有要事在身 姑娘且在此小助 不要为难静谜 贫道已经为姑娘安排好了静事 那么 好吧 那我一会再过去 不过我现在有点口渴 那请姑娘稍后 贫道为姑娘备茶 来 林大哥 林大侠 烟天飞 开开啊 这花不真好看 姑娘 要吗 姑娘 要绣花线吗 便宜了 腌制水粉 看看 姑娘你真有眼光 这腌制是用上好的茉莉香粉调制的 便宜了 只要二百钱 二百钱 可是 我没有那么多钱 没钱 没钱买什么腌制 还我 等等 这姑娘的腌制钱 我给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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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钱 给我钱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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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呼救 细便放下 救命 救命 住手 站住 尔等何人 光天化日之下欺负一个弱女子 业于何为 打蛋 大男 是谁在这里打到 你们眼里还有王马嗎 或者走 走快走 站住 他们 你们不能跑 来人哪 都给我带回衙门去 好不好审问 你还审问我们 知道我们是谁吗 啊 管你们是谁 就是钦差到了这个地界 一定乖乖听我的 是吗 本官在此 可不想乖乖听你的 儿子看清楚了 这位就是天后清典 悬案关中的谢大人 他要是钦差大人 那我就是皇上 大胆 小的不知钦差大人驾到 刀有冒犯 望大人输罪 你身为朝廷官吏 理应克尽职守保一方平安 是是是 今在你辖区之内 竟有歹徒光天化日行凶 我等出手相救 你反而致罪 大人 还口出狂言 你可致罪 相关致罪 致罪 也罢 我等有要事在身 无暇与你多做理论 回去闭门思过 还不快滚 谢大人 谢大人 快走啊 这位姑娘 你没事吧 子蓝 采蝶多谢大人的救命之恩 采蝶姑娘 你怎么会在这里 她是金钗 殿下 只有跟着她才能保平安 我想起来了 这位姑娘 就是咱们在破紫一案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个人证 太巧了 采蝶姑娘 你银河来到此处 那些人为何要对你寻寻 小女子命苦 遭人拐卖骗来此地 想要将我 卖给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头 我趁那拐子不注意 自己逃了出来 没想到又被发现了 幸得大人出手相救 小女子在此 给大人磕头了 不必如此 大人 小女子也会请求 若是大人不答应的话 小女子常跪不期 你说 小女子已经无依无靠 恳请大人收留小女子 小女子甘愿为奴 侍奉在大人左右 我们有很重要的公务在身 怎么能带着你呢 快起来吧 我答应你 多谢大人 我们一路上立兵莫马 离目的地越来越近 直面齐州岸的时刻 即将来临 事情要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 对手并非等线 不久的将来 敌我双方 必会有一场生死较量 姚华 我有些不解 在这样严峻的时刻 你为何要收留陌生人 你是说彩蝶 嗯 她曾经为子役案出庭作证 不能算陌生人 从我第一次见到她 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她的要求我很难拒绝 为什么呀 不说这些了 继续刚才的话题 门外有人 是你 这么晚了 你来做什么 对不起 我不是来偷听的 我只是有点害怕 你怕什么 大人你有所不知 这是我从小就落下的毛病 我年幼丧母 父亲紧接着又娶了后娘 后娘心肠歹毒 经常半夜来我房间 对我非打极骂 我现在一个人待在房里 就觉得心惊肉跳 再加上 日前又遭人所掳 更加不敢独处了 大人 我 我真的害怕 姐姐 我那小妹 若还在人世 也该有彩蝶这么大 同样是小小年纪失去亲人 遭遇惨痛 彩蝶和我那小妹 可谓同命之人 我怎能忍心不照顾她 姚欢 你怎么了 没有 我是在想 怎么帮助这位可怜的姑娘 这样吧 敏儿 今晚你去和彩蝶同住 以便随时保护她 什么什么 你让我跟她住一间房啊 大人 小女子还没有许配人家 怎么能跟这位官爷 她可不是什么官爷 我们三人都是女儿身 女扮男装而已 原来你们都跟小女子一样啊 这是我们的秘密 你怎么能告诉她呢 大人放心 彩蝶一定守口如瓶 绝对不会说出去的 她不是 是 可以吗 我 我 终于来了 大师兄 近来可好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万一被发现怎么办 事情谨静 长话短说 你们白天是否当街 救了一名女子叫采爹 是有这么回事 此女现在身在何处 她已经被谢大人 留在身边了 此话当真 那我速去比报师父 慢着 采爹到底是什么人 说来话长 师兄不问也罢 只由想见一位 紧急联络谁又 师父到底要我做什么 大师兄 只管听后指令便是 告辞 伺 OD 开使了 从此 我勤明 白天是人 夜晚是归 没发烈 显火 πολ在 retired 稳定 稳定 爷 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啦 有人要杀我 有什么东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人 有人 刚才是只飞蛾 现在是一只猫 你别一惊一乍的行不行啊 喂 怎么了 我白天受了惊吓 现在口渴了 你去帮我倒杯水 还没完了是吧 我告诉你 我还不伺候你了呢 喂 哎 唉 我说谢大人的马车 到底能不能从这儿过呀 这还有错 你只管伸长脖子呀 等着瞧就是了 不对呀 该伸长脖子瞧的 应该是你吧 你们哥俩可是有日子没见了 好好看着 有马车过来告诉我 那你干嘛 真懒 说什么那大声些 没有 我是说谢大人的马车到了 咱们是不是搭他的车 一块走啊 你对我们男子汉的交情 真是一窍不通 我怎么不通啊 你跟谢大人在陕州分手以后 你明着说不管朝廷的事 实际上啊 暗地里先去齐州找线索 再跑到这儿来迎接 来了 哪儿呢 哪儿有啊 连马车的影子都没有啊 对不住啊连大哥 我刚才看到一只大山鸡 看到两条大肥腿 我都一看就忍不住了 那你的是谁啊 怎么长得跟彩蝶一模一样 那就是彩蝶 你不是把彩蝶送倒灌去了吗 他怎么会在现代人的车上 莫名其妙 实在让人费劲 我明白了 明白了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了 你记不记得 彩蝶跟你说过的话 为了能赖在你身边 是这样说的 蒙公子不弃 小女子愿追随公子 端茶倒水洗一做饭 以身相许 我估计彩蝶肯定把这话 跟谢大人说了一遍 于是你看 明白了吧 你自己想去吧 难不成我贤弟 就此留下彩蝶金屋藏胶了 反正已经是马车藏胶了 你的武功到底怎么样 一个人能对付几个歹徒 我们不会有危险吧 几个人贩子 怎么把你嫁成这样 这光天花日的怕什么呀 我也是为了你们好 上一人钦差都被杀了 他们在暗处 你们在明处 过多家防范怎么能行啊 你怎么知道 钦茶大人鱼刺的事啊 我 我是听说的 是快告诉你吧 还真有人要杀我们 你看这路两旁全是树 只不定从哪儿冒出来 那些带刀的刺客 一不小心就让你人头落地 鲜血四溅 我 怎么了 赛爹 你怎么了 赛爹快起来 来 我的脚 秦将军 这几个伤痛不痛啊 想要好得快 当然得受一些罪了 肠痛不如短痛 你就忍一忍吧 好了 你试着活动一下 是不是好一些 好像是没那么疼了 略个时针之后 我再为你服一些草药 你很快就能恢复如初了 真的吗 太好了 彩蝶 我有些事情想请教你 什么事啊 我觉得你的胭脂香气宜人 色泽柔润 不知道是哪家字号 关中能买到吗 能啊 我用的这是西津秘方斋的玫瑰红胭脂 字号就在齐州的西门外 多谢 大人 快马来报 新任针差一行 已经踏入了关中地界 这么快 针差既然到了 安利 城中大小官员 都应该到关岛 去迎接官驾 你说我要不要 亲自前往去拜会一下 大人 开局的这一步棋 很重要 一定要走稳了 方可稳操胜券哪 那事业有何妙计啊 从仙犹环这一路上的 所作所为来看 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 不如先来个投石问路 看对方做何反应 投石问路 公允谢大人 免礼 建成 是 公允礼 公允钦差大人 天后陛下诏曰 齐州一案一物重重 两任钦差先后罹难 为铲除奸命 肃清恶当 朕特派谢遥环 寻案关中 彻查此案 而关内道各等官员 不必鼎力相助 不得有误 为者 言成不诞 钦此 臣等遵旨 天后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想不到此处官邸 倒显得比京城还要气派谢 摇环 我们一到这关中地界 关内道的大小官员齐来迎接 唯有齐州刺史金世昭脱病未到 你觉得他是当真有病还是 大人 大人 齐州刺史金大人派人前来 何事 说是按照惯例送来一些土特产 以为钦差大人旅途之苦 这不是公然行贿吗 我给他退回去 当然要退回去 不过 要想想怎么退回 真大人为什么要送这样一份厚礼 参军江永昌 不明不白地死在齐州 金世昭作为现任齐州刺史 首当齐冲 是我们调查的对象 他今日送礼行贿 只能引起我们对他的怀疑 那就先让我快马加鞭 去齐州 早日进去调查 谢大人 正好跟他一起去 上岸无躁且听姚桓安排 来来来来 今天高兴多喝点啊 来多喝点 今儿高兴我陪你喝 有什么可高兴的 有啊 谢大人已经到目的地了 咱们这一路上帮了他多少啊 你该歇歇了 小女子就是见识钱 你也不好好想想 我贤弟奉旨出京所为何来 我知道我知道 谢大人这一路办案呢 都是白饶 就这次齐州之案才是关键 这关中之地虽然表面风平浪静 可暗地里有很多机关陷阱 不是有你帮忙吗 至今也没找到什么线索 我都不好意思和谢贤弟见面 我 我有一个办法 那还不快说 谢大人到了目的地了 以他的能力 周边大大小小的官员的效力 这案子肯定能办成 咱俩就别瞎猖和了 咱们两个出去 浪迹天涯 逍遥自在 多好啊 好主意啊 一派胡言 喂 你等会我还有个秘密 要告诉你呢 秘密 过来 我跟你说啊 前几天的时候 我看中金大人家的一口浴碗 我前夜半无人的时候潜入密室 正好听到有人谈话 他们谈的 正是前任钦差大人被杀的事 他们都说些什么 隔得太远了我听不清 反正好像给人家歌女有关 歌女 对他们还画了一幅歌女的画像呢 画像在哪里 就在密室中 我问你 你可有把握拿到这幅画像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这个事对别人来说难如登天 对神头小福也我来说 简直一如反掌 我是夸你 哎 摇魂姐 嘘 小声点她已经睡了 这么晚有事吗 有线索了 禅林寺呀 真的出现过一个歌迹 终于查到一些眉目了 可打听到她的姓名 具体名字不知道 只知道是齐州歌舞班的一个歌女 在钦差刘伟之大人被害前 此女曾经被一辆马车接出去过 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由此可见 这个女子是禅林寺血案中的重要知情人 继续打探 务必查到此人的效率 不 不 他们一定会全力搜索我的下落 虽然暂时还不知道我是谁 可是终有一天会被他们发现的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这地方待不了了 我 我还是溜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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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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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我爱你 姚环 是你 风寒露冷 你怎么在这儿 月仙 你看 那空中茗玉 它本自圆满 如今却无端缺了半遍 我在想 为何人世间的事 也往往如这茗玉 不得永始团圆 越言越缺 本是寻常之事 姚花 我看是你自己心中有结 你是说彩蝶姑娘 这一路上风风雨雨 你和我也经历了不少 你我姐妹一场 我对你也有所了解 你办事果断 思维敏捷 可这次的事 实在是令我心中不解 彩蝶姑娘来历不明 身世可疑 言语之中 又有许多自相矛盾之处 你为何视而不见 智若罔闻 她身世坎坷 屡遭罹难 难道不值得同情吗 你可曾注意到 彩蝶她自称苏北人士 言语中却带有观中口音 也许她上时在观中 后又举家迁到了苏北 也未可知 我曾经试探彩蝶 问她所用的脂粉是何处所得 她分明告诉我 是西京密方斋的分号 就在西门外 我今天出门特意去了一趟 那家分号并有门面 只在李济丑断庄的侧门里 租了一个铺子 不是在观中久聚之人 一般人是不会知道的 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当时在路上 你听得林中有人追杀 你说那逃命女子留下的脂粉香 便是密方斋的玫瑰胭脂 其实你应该察觉到 这彩蝶姑娘 正是当初林中逃命的那个女子 不错 对此 我早已知晓 当时 你听得风中有利器之声 试想 如果只是普通的人贩子 怎么会手持利器 去追杀一个 手无腹肌之力的弱女子呢 待徒穷凶极恶 这并无什么可疑之处 月仙 我觉得咱们此刻关注的 应该是如何破解齐舟案 而不是这些细枝末节之事 你怎么不说话 我无话可说 谢大人对我有救命之恩 又处处维护我 我若就此离去 实在是于心有愧 可我若说出实情 就会引来杀身之祸 我还是逃吧 你干什么去 我 我睡不着 出来看看月亮 你拿着包袱干什么 彩蝶姑娘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我也不知道 这一路上 我给你们添了那么多麻烦 我知道 唐大人不喜欢我 我也不希望拖累你们 我想我还是走吧 彩蝶姑娘 你千万别多想 先安心在这里住着 日后我会替你安排一个 妻身之所 风大 我送你回房 来 你说我们谢大人这次 怎么这么糊涂啊 无论 谁 谁 是五年 怎么了 我受伤了 我想 我是要死了 别装 采迪这招到我这儿怎么不管用啊 花香得手没有 你怎么就知道我是假装的 凭什么 是 我就知道你死不了 在你没把我烦死之前 你哪能死啊 连大哥再来越来越成质疑了 别啰嗦 到底得手没有 当然了 皇帝冠上珠黄雪口中鼓 就没有我小否爷拿不到的东西 彩蝶 谁 谁 对 八onne 我 两天 我 也能我 得不 哪 你 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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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我一劫金兰的谢家二郎当真是你 是我 莲兄后悔了吗 以前的案子也是你破的 正是 荒唐 荒唐 这简直太荒唐了 请莲兄听我解释 罢了 没想到我七尺男儿竟和一个女流之辈称兄道弟这是一宵大方 莲兄 莲大哥 莲大哥是我 等着我带我走 你身子给你药镖啊 你先干嘛 不要是吧 估计你也不是从好道来的 你到底想干嘛 你身经半夜在这干嘛 管得着呢 我找莲大哥 莲大侠他到这儿来 是不是来找你啊 没错 他就是来找我的 不过 他有事先走了 叫我到客栈去找他 他找找你干什么 因为我长得好看啊 莲大哥他走的时候太急没告诉我地址 让我在这里等他 要不你带我去 我凭什么带你去啊 你以为自己谁啊 要求你自己去 那你告诉我客栈在哪里啊 行 那个 你从这儿出去以后呢 看到一条河 你就左转 再一直走 你看到插楼口的时候 你就右转 然后再一直走 走到头 看到一棵这么大 这么大的大柳树 旁边就是客栈了 出了门一直走 到河边 然后再左拐 再右拐 对对对 救人快去吧 你那家等着你呢 小心别掉毛坑里 你都回来了 让我找半天 怎么了 刚才出门让人打了 别喝了 再喝眼中的都红了 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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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实在是荒唐 出什么事你告诉我呀 他竟然是个女的 他怎么会是女的呢 可他分明就是个女的 荒唐 你是我呀 谢家儿郎 什么 谢大人是女的 他本身那么大 原来是个女的 朕给我们女儿嫁 天威风 掌声去 住嘴 你说什么气啊 再说我把你扔出去 再说一句啊 你去找谢大人干嘛 你怎么知道她是女的呀 是不是你一看人家是你的 就昏了头 把正经事给忘了 我说的没错吧 是不是 林公子 你到底在哪儿啊 大柳树 就是这里了 林大侠 林大侠 什么味儿啊 这么难闻 彩蝶 林大侠